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今天呢我想要与大家分享这一本 不怕黑夜行的瘟疫的第十二首诗歌 叫做神的时候 感谢主哦 在写完前一首曲子呢 就是你刚勇敢得胜足曲之后呢 还持续有灵感继续创写 那那个时候呢 也就是2021年的10月份的时候 其实封城已经封超过60天了 60天其实很满长 很多人的精神状况都不是很好了 那我家的小孩也屡次精神崩溃 在新闻上也看到很多人呢 开始跟政府抗议了 还给我们人权 给我们自由让我们出去 那因为有很多人 不是很多一些人 明目张闹在家里办party 所以呢 当时的疫情本来已经快要清零了 结果又日日创新高 而且还是过去两年最高的记录 这些确诊人数 几百个甚至上千个 哇又来了 重新开始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急不得 我们还是要去等候对的时候 神的时候 然后呢要耐住性质这样子 那在这个网络教学的这个期间呢 我常常接到校长的一些 一些更新的一些通知 那也包括一些比较伤心的一些新闻 例如说我们学生有他的外公去世了 在封城时期 甚至还有学生的妈妈 哎 生病了 也去世了 哎呀 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 因为在市集封城时期呢 政府规定说 丧礼好像只能四个人参加 还是小家庭 到之外的人都不可以参加 而且呢 也不可以送账 好 那 我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 这真的很难过啊 心里想说 哇 这些 这些学生到底要怎么去度过这么困难的阶段 好 那我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就开始划脸书 就划到一则 黄碧雨弟兄 他在脸书上分享的一个 传道书第三章的这个心得 黄碧雨弟兄这是非利门书房的主任 之前我们几年前有一起合作写了一首 非利门书房的主题曲 那这个黄主任呢 他就在这个Facebook分享说 这个生有事事有事 就是说很多时候都有神 他自己定义的时候 那或许有些发生的事情 不是如我们所愿 甚至是我们不要的事情的发生 那其实背后可能就是 神要锻炼我们的信心 好 相信这些对我们信心的增长 是有帮助的 OK 那这篇文章我看了就很 就是很有感触 就连续看了好几次 那我也想起 不久前有一个传道 跟我分享到说 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面 就是说遇到事情 困难的事情呢 我们不要急着用自己的办法 然后自作聪明这样子 然后想办法去克服去解决 好 那神开路是有他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是要 就是下膝盖功夫 然后去等待 说得很容易做起来 真的很困难 OK 所以这个我理解很困难 我到现在还一直在学习 这样子这个等待的功课 也是当我们把我们自己 就是彻底谦卑下来 然后让神来介入 那或许他就是在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开一条路 这样子 OK 那传道书第三章这边写的 生有时啊 死有时啊 灾众有时啊 拔出灾众的也有时啊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等等等等 这些就是阐述了各式各样在人生 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这些往往 应该说都不是在人的掌控能力范围之内 那所以面对这一切呢 只能用信心的角度去诠释 去相信神 那天怎样高过我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也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是在以撒亚书55章9节 那神是慈爱的神 他知道我们的能耐到哪里 所以他给我们的这些功课 应该说试炼吧 不会超越 超乎我们所能够负荷的这个重量 OK 那正好在开始写这一首神的时候 的隔几天 就是10月20日 也就是我完成神的时候这一天 然后正好政府就宣布 我觉得很奇怪 那个时候很shock 他就宣布说所有的高中生都必须回到学校 完成国家大考 那这意味着说我的老师 高中老师呢 包括我在内就必须遵照政府的这个规定 又回到学校去完成这个教书的工作 那当时呢 我很多同事跟我都蛮紧张害怕 我们要冒着这个健康的危险 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又回到学校去面对这么多学生 因为我一个万一我确实生病的我孩子也都会中奖 那个时候呢 真的不是很好啦 因为意愿都爆满这样子 可是感谢主有这一首诗歌的陪伴 还有传道书第三章我这样阅读 在报官我这样子祷告 感谢主有这个信心又回来学校去完成该完成的工作 感谢主我也谢谢这个毕与弟兄 这个词写得非常的好 也很感谢神有这个机会 大家可以这样子再次合作 那这一首曲子呢 希望在疫情中可以带给大家安慰与鼓励 就算疫情缓和 也希望能够带给在 能让在试炼中在困苦当中的人一些安慰 以及能够再巩固对神的信心 那我这一首就先介绍到这边 有关这一本的购买资料 我会贴在下方给大家参考 好啰 大家平安再见 不要吃P订阅 什么 我暂时远必十 我男朋友垫 学 受爱有时 历史有时 在爱中有时 法处也有时 真无有时 历史有时 才会建造有时 无有时 相有生有时 爱痛有时 之痛有时 别想啊 不够有时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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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